2020年12月11日晚 韩国著名导演金基德在拉脱维亚去世 死因是新冠肺炎的并发症 这个韩国历史上最饱受争议的导演 曾经第一位难过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荣誉的导演 曾经一位黄色丑闻放逐他乡的韩国老头 在还有十天就年满花甲的年纪 走完了他风光争议又很不体面的一生 以这样很金基德的方式 尽管从他的作品来看 他从未拍过什么体面的故事 或者他也称不上什么体面的人 正观他的作品 他绝对是全亚洲最富有争议性 有传奇色彩的问题导演 直男 艳女 大尺度 那些让他风光的获奖作品 处处充满了让人不快的生理不适 如果是金基德来当导演 会怎样拍自己人生的这个结局 他要从哪里说起 他会从2017年开始的那场丑闻谈起吗 那一年他在韩国被一位女演员以性骚扰等罪名起诉 虽然最后他只因为殴打女演员被罚款大约三万人民币 但从此声明一落千丈 之后2018年3日 三位女演员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导演手册里 再次揭发他借助导演身份 对他们进行性骚扰性侵和暴力 之后金基德起诉了爆料人和电视台 索赔大约600万人民币 但是就在今年10月28日 法院宣布他败诉 并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妻子在这之后离开了他 无法再以家人的身份和他生活下去 他的女儿也无法入睡 因为外部的指责而无法活下去 他在韩国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局面 这两年一直活跃在俄罗斯 当过莫斯科电影节的评审 最近的电影是在哈萨克斯坦拍的俄语片溶解 甚至他的人生最后一战拉脱维亚 也是为了在海滨城镇尤尔玛拉买房定居 俄罗斯成为了他最后的栖息地 他说那是个喜欢他电影的国家 一场流放 但流放者再也不会归来 2018年时 MBC电视台播出了关于金基德的调查报告 被他一纸诉状连同你演员 一起告上法庭索赔十亿韩元 今年10月28日 法院刚刚驳回了他的起诉 金基德承担所有律师费用 转眼12月2号袭来 早逝的金基德终究没有挽回自己的名誉 毁于参半的他离开了寒冷的冬季 那拿哪部电影来着重回忆金基德的艺术和哲学呢 众多粉丝网友刷屏的启文韩篇 春夏秋冬又一春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这部豆瓣上金基德评分最高的电影 带着金基德艺术的纯粹无华 和他人生的佛性 与一丝讽刺性 而金基德的人生 就是一场毁于参半的尺度电影 春天 孤零零的佛门花环打开 在一片湖水中 矗立着一座小寺庙 老和尚和小和尚在庙里相依为命 每日摘取草药 念诵经书 一天小和尚在水塘里把抓住的鱼 青蛙蛇都绑上了石头 老和尚看在眼里 没有阻止 第二天老和尚给小和尚也绑上了块石头 责罚外 也让他明白赎罪之苦 等小和尚来到水塘 鱼和蛇都已惨死 只留下他痛哭流涕 夏天转眼数年过去 小和尚年至青年 内心的欲望却无处发泄 这时一位身患怪病的少女前来庙宇求医 老和尚把他留了下来慢慢医治 少女大病痊愈 被请出寺庙 小和尚心中则已无法放下尘世 背着寺庙中的佛像 在夜晚不辞而别 秋天 老和尚独自一人在庙宇中生活多年 平静安详 已经三十岁的小和尚再次回到了庙宇 因为妻子出轨 他痛下杀手 而沦为再逃杀人犯 痛苦自虐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救赎自己 老和尚让他在地板上 刻般若般若密心经来平复内心 一天一夜刻完 警察带走了小和尚 等待他的是法律审判 老和尚在小船上自焚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冬天 小和尚出狱回到庙宇 开始修身养性 一位蒙面的神秘妇人带着婴儿来到寺庙中 一晚 他想弃子离去时 失足跌落冰窟死去 小和尚捞上来妇人的尸体 沉下了老佛像 背着石头将庙中的新佛像放在了山顶上 并收养了这孤苦伶仃的婴儿 又一个春天 婴儿长大变成了小和尚 他在水塘中的恶行 比老和尚小时还过分 他嬉笑着 把石头塞进动物的肚子里 下一个夏天 也快到来了 春夏秋冬又一春讲了什么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的人 会从该片中得到不一样的哲理 甚至看不懂都没有问题 就像有人认为老和尚拿猫做毛笔 其实犯了计 而有人认为这是寓意着万物皆有灵 还有警察角色的内涵 是人生并不孤单 但善恶轮回 是大多数人都能品出的一个内涵 一年四季代表着人生的不同阶段 下一春则开始了循环 这也是一条无人大物 无人得到的死路 小和尚在春天折磨小生灵 被师父责罚更痛哭流涕 那块石头那种负罪感 会永远绑在他的心上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得到 寻得真谛的道路 是步步错步步误 永无止境 历经幼年 青年 成年 冬季出狱的小和尚 仿佛大车大物回到寺庙 在自己凿的冰窟 意外害死夫人后 无心的他 背负了妇人弃子惨死的恶 就像当年背负了石头的动物 小和尚沉了佛像 背着石头赎罪 把新佛像放到了山巅 一览众山小的佛像 既表示了人在坐 天在看 也暗示了众生渺小 但这是大物吗 新春到来 小小和尚的恶行更加恶劣 小和尚看来 也会走向类似自焚的不幸结局 说明从生到死 没人能称得上大物 物只是个阶段罢了 不过除去关于物与罪的讨论 冬季戏 才是该片回望金基德的原因 因为看似大物变成老和尚的中年主角 就是由金基德亲自扮演的 这部2003年 砸入了其自身佛教哲学理解的电影 难不成是金基德的大车大物 他痛定思痛人生半载 把春夏秋冬又一春 送到了山巅当佛像 看来不是 小和尚春季做小恶 夏季偷吃静果 陷入欲望的暗流 秋季犯重罪 冬季出狱回物入庙 金基德生前处在的季节 至少不会是在冬季 也许2003年的他是在苦修悟道的冬 而随着人生的前进 春季来临了 应了春夏秋冬又一春的善恶循环 金基德就这样走上了败坏一生名誉 也改变一生命运的歧途 老和尚说 救人和害死人的草就差一条白线 这白线放在金基德身上 不如说是艺术与犯罪的分界线 03年的金基德用死循环预示了人性罪恶 用哀歌感他人生在世 难以通透万物 也难逃犯戒 难逃惩罚 但他也用亲身所为 破解了这一史实性难题 也许我是个坏人 金基德的个人形象 与电影中纯粹通透的佛教哲学 相差甚远 而关于金基德的戏品和人品分开 尴尬的是 他的一些行径之所以能实现 全是靠他艺术大师的名气和地位 很多MeToo运动中 出丑的男性几乎都是如此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哀悼中 致敬怀念金基德的 以及谩骂他忠于恶有恶报的 都不会是少数 有人看中人品 有人看中作品 但其实两点 不都成立吗 不必否认他作品中的艺术成就 也更不用否认他的劣迹斑斑 春夏秋冬又一春 无疑是部出色的电影 艺术成就斐然的他 能让看完的观众感慨万分 放到现在来看如果春天小和尚 暗住了欲望他的命运会不会截然不同 而暗住欲望改变内心对女性侵害的冲动 金基德又怎会这样毁于参半的离去 金基德有过经典的凡尔赛发言 没算过得过多少奖 我住的地方太小了 奖杯都放在袋子里 他的作品也一向被诟病 主题先行 符号性强 空间封闭 基调压抑 几乎没有台词等 换言之 他的电影有太强的个人风格 太金基德经常叫好不叫做 但金基德就是这样 以赤裸裸的疼痛的方式切入现实的一味 痛和美构成了独特的金式美学 底层出身 15岁辍学 工厂打工 这些经历凝结为头像社会问题的冷峻眼光 时间中的整容问题 萨玛利亚女孩中的少女圆胶问题 圣伤中赤品底层和高利贷的问题 甚至海岸线和收信人不祥中隐约指向朝鲜的问题 在金师奖作品圣伤里 直接来自金基德青年时代 在青西川一带工作的经历 开头就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 利用铁链将自己勒死 然后就是一声女人的呐喊 电影就开始了 黑暗的女人裸相插着一把刀 那是她内心深处的伤 来自一个女人 就是将自己抛弃的母亲 接着就是男主开始收账的过程 眼神凶狠麻木 行为残暴无迟疑 只知道一直收账 收不到钱就直接让对方弄残 她对女人只有恨 人性的真善北被漠视到在最底处 外人无法窥视 然后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 开始入侵她的生活 卷发红唇 一身日系搭配 眼神愧疚又矛盾 帮她打理家务 似乎和她一样 不知是什么肉体上的痛 然后一路跟着她 看着她收账的过程 不声不响 还会恶狠狠的 踩受伤的欠钱人的双腿 并恶狠的说 不准别人诅咒她的儿子 面对儿子的打骂侮辱 却只是沉默 眼中含泪 或者还会体贴的问 你今天想吃什么 仿佛只是到家常一样的自如 其中 让我看了比较心疼的地方是 她不顾及欠钱人的母亲在场 照打不误 看着似乎是冷漠凶残 实则就是因为被母亲抛弃的后遗症 这就是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吧 然后看到 她把那个女人送来的鳗鱼 养在鱼缸里 盯着看了好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鳗鱼上还有那个女人的号码 收账回来 喝了酒 她终于打了过去 看到这里 就会猜到她的心 已经开始变柔软了 第一次打过去质问 那个女人不语 她很气愤 就又打了个电话 这时候就可以看出 她已经彻底沦陷了 就像一块干枯很久的海绵 遇上水一样 怎么可能 还有多少理智可言 最后那个女人吃了她的肉 那个女人抱着她呢喃 我可怜的僵道 那个女人一阵嚎啕大哭 已经完全俘虏了潜意识里 渴望母爱的她 男主开始默许 这个中年女人 在她的生活里走来走去 一步一步 越陷越深 伸到没有骑马的求证过程 开始露出微笑 会对欠钱的人心软 倾听她的梦想 还叫她好好活着 唱歌给孩子听 给这个她从小恨到大的母亲买衣服 想帮她做事情 会担心她因为自己被别人报复 带她去逛街 像普通母子一样的生活 总之 都是她的真善美 开始蹭蹭蹭的冒出来 和之前的截然相反 这些都是她突然出现的母亲 带来的改变 爱恨也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我不得不说 金记得的电影 对人性的表现 跟时代也毫不落伍 在他们逛街的时候 有人嘲笑他们母子俩 那么幼稚的玩着气球 母亲愤怒 儿子出面保护自己的妈妈 然后我看到旁边一个女生 举着手机 一边看热闹 一边摄像 不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传播消息的方式吗 很多闹大的事件 都是路人的一张相片 一段视频 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的浮躁性 以讹传讹 指鹿为马 断章取义 在里面儿子寻找母亲下落的过程 我看到很多被他伤害的 借钱人的情况 有悬崖勒马 看破红尘的 与将自己的恨传播到下一代的 有他心软放过 却还是放弃梦想的